大家好 我是Chris Lo 盧俊康 大家知道我和新頻道合作搞線上課程 上個月教了大家撈底 不少同學都學會怎樣撈底 而每個月會有一個新的主題 3月份我們會教IPO和半新股 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留意 大家知道近年有不少新股上市 我們稱之為IPO 其實大家抽新股的時候 怎樣去選擇 又怎樣可以知道哪一隻第一天會爆升 其實這件事是有些技巧 當然不是看招股書那麼複雜 是一些簡單的方法 而且是很準成的 我們3月份會教大家這件事 其實大家有時出現的情況 可能抽不到新股 但之後新股又不斷地升 那怎麼辦呢 究竟追還是不追 我們如何可以知道那些股份 繼續有潛力可以創新高呢 這件事其實也可以從圖表和數據之中 看得出來的 只要有少許技巧 大家就可以判斷到股是否再升 還有其實你懂得買股 一定懂得走 走的也是非常重要 也要教大家一個很簡單 如何炒半身股獲利的方法 大家好 歡迎來到CME全力支持的決戰大數據 我是阿榮 我是阿葉 今天有些什麼的分享 我想有幾件事 想和大家一起去談一下 第一就是昨晚美股 非常之動盪 是關於中國的股票市 一些中概股 我們看到最大的就是TME 就是騰訊音樂 單跌到20%多 原因是為什麼呢 一會兒想和大家一起去解釋 其實這次就算是一個火銷連環旋 因為是一個去年 碎杏咖啡出了一些醜聞的時候 其實就是監管機構要搞中概股 未必可以再給他們在美國上市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我經常看到一些大的消息的時候 尤其是真的有一個波幅 全部跌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想兩邊的 就是你可以看成這樣東西 是一個風險 我經常覺得 你沒有風險又怎會有機遇呢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去想一下 第二部分就是恆生指數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 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一些分析的時候 或者是追開的 都說過之前應該跌的 今天就去到27,500點 就是最低的位 這一下我相信 會不會是跌夠呢 我相信有些朋友都會想 其實可以罵得課沒有呢 這一點都要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這兩方面 歡迎大家一會兒 有什麼意見的 留言我們就去回答一下 阿葉呢 你有什麼問題 那方面的準備 我一定是提醒各位 其實在整個市場裡面 總有一些時候 是特別容易做到這個升幅的 在港股 在不同的集數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4月、7月、10月 整個香港市場 是最容易做到升幅的日子 最容易做到升幅的月份 而最容易做到升幅的月份 但是我們又可不可以找到 哪一天入市呢 其實這局的升幅 是會比較大的把握 今天就預備了一些數據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另外 也都會review 之前呢 我就說會看一個市場上面 如果有局的大波幅的話 即不論於升跌 我們在行內裡面 也有一個專稱的 就叫做市場中性策略 也都會跟大家再進一步去跟進 尤其是分析 到底這些策略 如何去定立 如何去贏 而贏的時候 又贏多少 我們今天就開始 是的 沒問題 我看到觀眾都陸陸陸陸陸進來了 歡迎去留言 給like、分享 記得 首先一開始 我們可以看一看新聞 要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天一發痛全身 我們看到中概股昨天就大跌 原因是什麼 美國的政監 SCE就通過一個修正案 要監管中企 其實裡面的內文 又不是說真的 出了很多細節的消息 但是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就是讓大家看看是什麼 就是現在就是一些 在美國已經上市了的 中國企業的公司 那它就是要跟回美國的 accounting standard 去編制它的財務保表 而是要說 他們裡面的standard 是要審批 要接受的 那接著之後 這些情況 其實為什麼會對… 你可以想回 其實有監管 其實每間公司都有 那為什麼一定是先搞中概股 是 因為你回到去年的時候 2020年 如果大家記得 一間公司叫做水杏咖啡的話 它被人以為是中國的standard 它發展得很快 那時候最高速的時候 我記得它開到好像是5400間分店 那時候就說回 這間已經做了很多輪的獨角獸輪資 去到的B輪、C輪了 那時候就成功上市了 那時候就是 這個Bedrock 就是美國的一個彈的基金 都有去注資 進去做一個B輪融資 就是去丟了錢 去做投資 然後裡面的管理層 就可以拿到它的錢 那可能是 紙箱袋也可以 或者紙箱袋也可以 其實不可以這麼直接 但是就是可以不斷透過這些錢 然後就是去擴張它自己的生意 因為我們大家就是看到什麼呢 去到2020年的時候 它們自己是有自爆了 它們是在說 其實是造假了 造假了一些假數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就是混水 一間公司 它說出來是什麼呢 它就是真人實測 在一千間分店那裏 就是逐個逐個去數 裡面有沒有真的這麼多生意 或者買的時候買多少錢 那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看到呢 其實原來它們的revenue 是全部就是誇大了 誇大了 那其實就變成很 沒有一個叫做 一個的信服力 就是比起美國的機構來講 那所以其實這時候 一來就是在這個中美馬力戰 都比較嚴峻的時候 特朗普也有提過一些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讓中國的中概股 再來美國去上市 那時候其實已經震了一陣 或者就是那時候的不確定性都存在 但是沒有令到這次這麼大跌 但是這次真的通過了一個修正案的時候 我們看到好幾隻股票 那第一隻就是這隻騰訊音樂 TME 那樣 都很糟糕 就是由最高和最低 就跌了27% 是的 那它是創了歷史新高再跌的 那因為呢 那這隻一會兒我再去補充多一點 因為那時候都做了long call 是做了long call 那一會兒再去分析 如果大家就 就是之前有跟到我去做long call的時候 那我也做了一些保護的 那怎樣去做呢 那一會兒再說多一點 那或者就是拼多多啦 那這樣 那看到很多的 就是可能GS 就是跟隨雪啊 那樣 全部全部都做了一個急跌出來 那就變成了一個無妄之災 那就是全部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都跌 那今天呢 見到阿里巴巴呢 那個伯伯 他呢 現在呢 其實在形態上來說 都真是挺噁心的 那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如果你很細形呢 去看回這一堆東西的時候 是一個倒影底來的 倒影頂來的 倒影頂來的 就是它兩個裂口 它上完它馬上下來 那其實上面的人 買了一堆呢 全部都輸了錢的 急急的應該沽貨的了 那而它下一關呢 再跌穿下去 現在錄這些位置呢 那就應該就再行一個 再大一點的調整 那所以就要想回了 這一堆就變成了 在短期上呢 其實就難一點去鬧的 那但是呢 我剛才都說了 那永遠有了一個危機出現的時候 那會不會有些機會 是可以給我們 那第一就是 大家要想回 其實如果是一些公司 其中概股 是說 其實是合乎到一些收定案的 收定案的 而是說 最後來呢 它刷製了這個 資金表達出來 是完全是合乎 美國的標準的 那你想想這堆 它本身已經跌了二十幾% 那是不是就真的 完全沒有價值呢 那一來就是 就是騰訊音樂 它是做電子支付的一個 就是它從它的資金 應該是電子支付 去收錢先 賣廣告 那二來呢 它再提供一個服務出來 是一個軟件 就是在說軟件的產品 但是你現在就變成 那是不是真的 完全會做到假呢 那我自己其實是有點相確的 但是短線 其實真的很難去操作 那反而就是反過來想 其實如果他日 如果是說 這些消息是陳海落定了 那或者就是 它再公佈 它有些限期的 就是大家可以提醒 就是在說 要搞數字內 可能要頒過一些新規矩 那其實它一些公司 有機會是會自己出一些 就是自願式的memo出來 它會跟回這些memo 那時候 那它有機會再彈上去 那所以我就覺得 就短線呢 其實就真的很難去操作 那你唯有等彈的 真的等彈 那但是呢 就是在說 如果你在長線之後 那如果陳海落定 其實是沒事的 那它就會再 體現價值回來 就要升回的 那因為我自己覺得 美國的一個 市場深度大 你說美國的基金 老實地說 你可以投資到的項目 又要有增長性 又要有爆發性 很難撇除中國在外 因為我們看到可能是 ARK系列都好 它都會買入很多 可能是百度 之前可能是香港的Ecap 和中安 那它們都有入市的 它們可能是自己本身 都做了Due Diligence 是看回這些股票 是有一定的價值所在 但是就 因為這些真的是一個消息面 我自己覺得 消息面 其實就是市場是不想 冒著那個不確定性的風險 就花了下來而已 那如果他日 就冒了這個不確定性出來 而原來呢 最後來那個財務保鏡 告訴大家 其實真的沒有事 可能就可以做回一個機會 一個機會去罵他們 去到操作方面 短線就做不到任何事 因為真的非常之醜 這裡就想讓大家看看 我之前的一個操作 因為今次想講得深一點 極權教學那方面 要逐步逐步 逐步逐步 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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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可以講回 就是看兩樣東西而已 第一就是我之前做了些什麼呢 是Long Call 33 33是5月的 其實我之前是 是30元Long上去的 之後再鎖倉 變 我逐步逐步跟大家講 我怕有點心 第一我是 一天一天一天 做了Long Call 3月17號的時候 做了Long Call 33 那時候是做到4月的 接著我看到它上去 這樣上去一天應該就是 應該是30元左右 它就到了我30元本身的目標價 變成一開始 我就可以 變成上面加一張Sort Call 這裡是30 Sort Call 32 這裏就變成 其實我鎖了整個期權金 我鎖了整個期權金 我不會輸的 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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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無風險 去持有這張Long Call的一個契機 來的 它只要再升 我就是講 有兩元的價內值 如果再跌也好 那不要緊的 我將Sort Call 已經拿了期權金 我這套組合是不會輸的 然後之後 其實我在這個星期一 我記得是 22還是23日 因為它已經刺穿了32 那時候我就平了這兩張東西 同時之間 在這裏就做了Long Call 33 那我一做就做到5月的 好啦 那時至今天 那去到星期 即是前日幾天呢 在這裏 有這支竹的時候 那大哥很難看 可能還是看跌的 即是看 可能會回一回 但不會看到這麼淡的 所以我那時心想到 只是先收著期權金 而已 而是甚麼呢 因為去到32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有因 做hold一套debit spread 所以那時已經平了那個倉去 即是賺了錢 那之後 那我們去到這個昨天的時候 咦 為甚麼弄掉它 show out 即是這套組合 即是上面這套組合已經show out 那大家看到呢 那我現在的處境是甚麼呢 那第一 我本身開的成本是1.72 那現在呢 我的成本呢 拿到的成本是0.65 1.72 那這個呢 那個是0.65 那之後呢 那我其實昨天呢 都平了的了 用了1.03 那所以呢 正代是甚麼呢 正代了是0.52 那所以呢 我們反過來 現在我最新呢 那我只要有這張long call 那個成本呢 就是1.7 1.2 那一個call 可能有點深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明白到 因為我之前說了這個trade 我很想大家意識到我之後可以怎樣做 那我平了它 那為甚麼呢 因為呢 我看一定呢 短期會有一個彈的 是的 就是我不知道它彈得多遠 彈得多高 那但是呢 我已經摘痕了馬 了 一來就是28元這個位呢 是一個周線圖的大位來的 這裡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那二來呢 那它中間呢 在一個假突破呢 就被我確認了 28元是一個位來的 28元的位 二來就是30元 這個呢 在一個項線的位 穿了一直落 那這樣 那所以呢 28和30呢 對我來說呢 都非常之重要 那我的思路是甚麼呢 它現在呢 你就真的要猜了 因為我現在 一向都是玩開 有方向式的 的策略 的操作 那我相信就是甚麼呢 它最多彈到28元而已 應該呢 就要再下去了 那所以這段時間呢 我就可以想兩樣東西 那第一 如果它今天真是直彈給我呢 那我想呢 我就不會那麼貪心的 就是甚麼呢 可以呢 繼續做Sort Call 這個呢 4月的部分 那接著呢 會做呢 可能是30啦 28 哎 安全起見應該做29的 29的 但是你要記住了 29 但是呢 我上面做到33元 就變成了做是甚麼呢 就是說 那個期權金呢 就是你的最大風險呢 其實是冒著4元的風險 但是呢 如果它我收的時候呢 我至少 一定要收到1.2 那我才去做 我才去做 如果不是的話呢 如果它打彈上去 那現在呢 已經是說 可以給我1.2 我直接會平倉 平倉 那33元 所以其實就是因時制意了 但是如果呢 它做不到這個這樣的 我會給我 那我會看它彈 跌回去嘛 到它跌下去的時候 那我會繼續再 去看它縮到多少 縮到八成左右 就是可能呢 我大概都會拿到1.25 0.25 做回那個 平倉的動作 那接著呢 再做Soft Call 的5月 可能是30 是的 這樣呢 我就可以拿回 即是希望拿回 我的1.2 那個期權金回來 那就令到這個 trade 本身呢 是輸的 但是變成贏的 即是變成沒有賺沒有洩 即是不能輸得那麼禁 應該說 拿回成本 那我就會去 變成這樣去舊倉 那所以其實這個 我想就 都很想借大家 一個一次這樣的機會 就告訴大家 其實期權呢 就 不是很直線式 就跟大家說 要走就走 因為你去到現在走 其實都 你走和不走都沒有分別的 老實地說 你單日都跌了27% 那所以就 可以用一些 這樣的期權的 組合或者策略 去舊倉 那這樣 這個是一個想法 那一會兒可能就是 大家如果看得明白 或者聽不明白的 那一會兒再去探討 那二來 那現在恆生指數 現時的一刻 那我會怎麼看呢 那這樣 最主要是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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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第一 就是一定 跌穿了一些 這麼大型的格局 趨勢線 那條 已經穿了 這樣 這裡 之前也有說過 頭肩頂 對 很噁心 我畫得很噁心 但是大家先幻想一下 在一個頭肩頂 即是說 其實上面的蟹貨 都非常之多 那如果用傳統的學說 就去說 你一穿這個 一穿這個項線 那我們有個量度的跌幅 是可以計得出來的 如果它真的這樣量度下去 其實它最淡 應該是跌到255左右 25500 25500點 但是當然 中間是有些支持的部分 大家就逐一看 即是27000左右 27000這附近 這些位置 應該是跌下去時有些支持 而來 我們可以的操作是什麼 其實 是向淡的力量 是很大的 那很難 就現在馬上去提升 那所以 我中間去畫的時候 我昨天畫的時候 都畫到一些X線出來 可以幫到自己 去做一個 短期的一個阻力位 那都幾吻合的 即是吻合一來 就是28300那些位 那如果它中途 是彈了上去的 做了彈了上去的 那我都會做 向淡的部署 做put 做一些期貨 做都可以 那我們就逐一看 看看能否去到27000這個位置 的時候 跌停 那就是 因為今天 其實我自己 偏向是看些什麼 它是連續 這樣 四支陰燭 這樣撮下來 一來這個周 升旗那方面 跌的波幅已經滿足了 你見到這個星期 其實 上下高低波幅都跌了1600點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應該是有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回彈 的方向出來 所以其實 如果去往後的時候 即是如果再短線一些操作 那看一下可不可以打穿 即是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再去買一個put的部署 這樣 就變成了 我覺得又未去到那麼淡 即是以大格局來說 因為 如果以周線圖來說 它有機會 以下這個回調 即是如果你拿618這些位置 你拿618這些位置 就是變成 都差不多 接近27000 或者26800 即是穿27000 不不不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當它是 整個大小的回調 即這個是最後關卡 如果你再穿買 就整幅圖好一突 你就沒有資格再看升 但如果你不穿這裡 我仍然當它現在下跌 這個浪型 都是一個回調 回調完之後 可以有權再升上去 所以其實我自己 大格局來說 都是偏看得好些 變成是甚麼 如果它真的 跟我這個劇本去走 可能下回去 就是這裡這樣上回去 然後下回去這些位置 打一些雙底 再上回去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即是穿了這個短期 即是去形成的 HIGH HIGH 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去買回 一些大型的成份股 大型的成份股 第一種我自己想 一定是騰訊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科技股很難 是不死的 你知道怎樣打它都好 我們人類的經濟發展 一定是靠科技去進步的 很難再靠地產去進步的 雖然現在在炒一些舊經濟股 我就覺得過了一段時間 新舊交替完 即舊經濟炒完一輪 其實這些價值 或者是科技股 跌得比較深的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嘗試罵一罵 尤其是700 或者就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今天的內需股 都很厲害 如果分析股票 不如我們回答一下 現場觀眾的問題 好啊 有什麼問題 好答嗎 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3690買還是沽 不要搞了 不要搞了 是 3600打錯了 尾團 這裏都很滑了 第一就是穿了這麼大層級的trend 去回周線圖看 我們客觀點去想一個這樣的問題 你會見到這裏很明顯的 這裏很明顯 即是說有一些支持阻力互換的位置的感覺 去到這裏的確是彈到一彈的 但如果你現在買 其實你是說打一個叫做反彈浪上去 打一個反彈浪上去 但它是沒有任何的陰陽足 是跟你說見了底 那我自己覺得就不要選了 不要搞了 因為你再穿下去 它本身 我們這樣再tune一tune 它也曾經是一個假突破 這個假突破就告訴我們 這裏是一個很大型的支持 就淡有在這裏全部投了學 那立刻就上去 所以這裏是說的 是很有法力的開端來的 如果你這裏是說的都失手了 它那個陈級的幅度 是可以很大 是 下一關再要看 嘩 應該真的看到 相比 即是一關一關 可能是250 又可以 即如果你問我 即是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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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現在買 就沒有了直撥的空間 我自己覺得 那就不要搞了 所以我剛才就說了 如果它真的升上來 我們最後都是看 tune的momentum做人 那是什麼呢 即是看動力 有什麼股票在這段時間 跌得很金 仍然可以保持到一個姿勢 不跌下去 不跌下去 那我就是看這個內需股 其實三隻股票都很厲害 一來就是安踏 二來李寧 李寧 還要穿這個頂 李寧 還有一隻叫做 死了 1368 布達 全部都是這段時間 市跌到飛起的時候 它突破到的 它突破到一些短期的新高 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這個板塊 我看到一個觀眾都問 How about that 其實我昨天也有說過 就是短期應該看跌多些 為什麼呢 你可以說 整個大型層級來說 它升了 升升升升升升升 升得超帥 那你就可以馬上界到 一條這樣的位置 即是在12200點那裡 是一個很強的支持的關卡 好了 它中間上面做了一個 也是頭頂的情況 它去到12200那裡 打了一個很強烈的底出來 即是看到那些陰陽足的Platon 開始升了上去 就是打了底了 它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回一個相反思維 第一 它是去到6100這些位置 就開始回了 所以其實它仍然未解除到 這個是一個向淡的回調 就是它向淡的回調 它之後再下 破這個位置再下 那如果大家要看好的 即是不是說不行 那你就可以看回一些什麼 都沒得看好的 即是你看回近期這堆 因為它之前在這裏 做了雙頂完之後 再做三頂 那昨天就不敵這一堆 互換 即是13000點 所以其實現在下一關的支持 就落到這裏 127 那我自己其實是偏向打Range多的 就是它可以打橫行這裏 區間不斷上落 但是如果這些底 它是未被破壞過 它根本升不到回上去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賣美國的科技股 那你不如就真的 讓它打穿131這些位置 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我自己都是覺得 即是你去到這裏 那當然是 這裏一定是有些支持 它始終做了雙底 那如果他日真的有這樣打穿 即是跟回我這個路徑去走的時候 那你就要看這裏 即是說123這些位置 所以都偏淡一點 但是你那邊商 那些舊經濟股那些 即S&P500 那這樣 這裏都 開始都噁心了 即是我們見到升完之後 開始就減慢那個升勢 又行一個回調 它未見到突破的力量升上去 我們都不要亂搞著 那Down Jones呢 又不是那麼弱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揭示了一件事給我們聽 舊經濟呢 是開始升的 即是仍然是保持到強勢的 所以其實今天呢 我也是想說回一個舊經濟股 叫做KO 在這個51個半的這個關卡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如果一穿到的時候 它就打破了好幾個關口的一個互換 它就變成一個上升的勢頭 而在前面這堆來說 我自己覺得呢 它可以是走一個收窄的力量 即是它儲穩力的 它儲穩力的 就看它什麼時候爆 如果它爆到 再站穩 那不妨在這個位置上介入 就可以看高一線 一來因為它就是舊經濟股 二來就是整圖圖的形態 其實你反過來想 沒有被這個勢子影響過的 它仍然這樣衝高 因為它究竟是制股 二來它破了這些這麼重要的關卡的時候 還有一段會上升 這個就是我的最新的想法 這樣 好 那我這裡的圖表分析 就去到這麼多 那你有什麼看法 我看之前不如先回答各位觀眾問題 都可以 你想回答誰 我想回答 剛剛屁車股你說了什麼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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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價可不可以入 不要 因為廣告 因為我還未看跌舊 我還未看跌舊 一會兒你分析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都會說 現價可不可以入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本身有貨 現價可不可以入 其實那句話 是嗎 我這裡都畫了圖 給你看 這裡都在自己的電腦 打回一些支持了力的互換 這個區間 十九個 十九 你當是十九元 的確是一個支持 支持 那你要懂得去想 這裡一級 一級這樣下降的時候 要去上升的時候 它的路徑是怎麼走的 你怎麼都要打回箱底 或者給我 先穿這些前頂 或者你再穿這裡 我也覺得還未過分 因為這裡是組織了很強的下跌力量 你看到這裡 即是說 二十四個三這個位置 即是在十一月的時候 2020年 是的 然後去到我們 剛好這三個月 又在這裡停雨了 之後是淡有法力的那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上去 其實都很難 你一定要在這裡 偶一排 就是偶一排 就是橫行 橫行再上 終於破到二十四個三 然後再上上上這樣 所以就 即是你變成你要撈底 即不是說 你這個概念錯 但是你要撈底 就是預算了 你就會沒有了時間值 可以幫你帶來的機會成本 因為你買了進去 那你就是坐貨的 那你坐貨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牽涉到一些 那個速度 那個速度問題 你可能有機會跑輸大市 因為市立刻再升上去的時候 那你就未必享受到 因為它還打一橫行 是不是 那你要有這些想法 是的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價值真的很好 很棒 那你要買 那 那 就是要自己去考慮 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覺得它真的跌得很深 是的 那如果你再問 可不可以跌多一級呢 那 17.5 17.5 是的 那還有一隻是9698呢 又怎麼看 9698 哎呀這隻是萬國 是不是 這個都涉及到 你看到 也有S字那些 S字 意思是說什麼呢 依次上市 依次上市 那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話題 它是中概股 那又是在美國那裡上了市 然後又回來香港上市 就變成昨天這支巴 有機會就是 又是牽一發同全身 就是火燒連環樹 燒了它 是的 那你見到它有一個大跌 大插的 是的 那我自己就完全不同意的 因為你要再上去 打上去 第一關一定是招股價 是的 就是你去上去 招股價那班人 爭著和你放 爭著和你放 是的 那 就何必呢 就是上面大把蟹貨的時候 你不要搞它 是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介入的 我就覺得不要了 你不要搞 你就看回李寧那些 看回李寧那些 它突破到 一些 就是這裡就變成了 你是很大層級去看 可以看到一個頭肩底 頭肩底 然後再破到這些項線 是的 是的 那就 希望大家 就是要 就是看了我們的節目 一段的時間 或者覺得就是 要教育大家在一些什麼 鬧底 我始終就不是很建議 二來就是大市大跌的時候 就是經常都說有危有機 那是有危險的了 但是 你有一個週期的 你大跌完的時候 它就大升回給你 但是你大升的時候 你抓著哪些股票去做呢 就是一些 可以保持到對應 在說不是跌得很深 或者就是已經開始 是走上升浪斷的股票 那2331我覺得真的是 挺OK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樣 到最後 說到油價 不如說到油價 分析 油價 你不是你也有嗎 油價你沒有嗎 香港的恆生指數 有三隻油股 好 他應該真的要說油價 他應該真的要說油價 如果又是剛才我們的邏輯去看 油價我很久沒有看 你看看 因為有一期油很刺激的 尤其是那一期油價 是試過跌過負送 是 去年有些超級黑天樂 然後之後 你至少用周線圖 畫這兩個區間出來 它有機會在這裡撞來撞去 而來是什麼呢 大小是跌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是一個假突破 假突破完再上 這段浪其實都挺帥的 去到六十四個半 它已經在這裡阻力了 我們看看低一點的層級 它本身你看到陰陽觸 pattern 是不斷綠色 或者在升的時候很貴大支 紅色那些很細支 但是去到這一天 一天是破壞了整個慣性的 市場規律 第一就是穿這個trend line 這一下才正式穿trend line 這裡很明顯有人這樣沽了它 就是沽加贏了 整段贏了 現在就是什麼呢 它再下去 那現在是一個假突破上來 我只能說是現在 其實仍然是未分到勝負 但是我會看短期的操作是什麼呢 擔有力量是佔優 一來就是在這裡做一個雙頂的形態 二來它是被陰燭去確認了 它是打爆了 曾經打爆過 這些短時間 但是呢 的阻力的 的支持 這個支持 有機會就變回助力 它現在這樣上去 我自己看 其實它短期可能還會走上去 再下去這樣 如果你整個大格局看 我就是會變成 因為它夾在這條線的中間位 你要做操作很難 很難 你要做cut loss 你要拿到那麼遠 你做TP去到那麼近 一比一的直播率根本不夠 但是如果你問我方向性的 我都覺得是要觀望 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 就不能看得那麼好 這樣 在我那邊的分析 又說回多一點大市的數據 今天呢 其實呢 我預備了的數據 就是一些四月 要升的數據 就說回整個大市 其實在四月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看好這一個市場上面的話呢 我們應該是做哪一隻股票呢 會比較好一點的 OK 那好了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 投資的準備 那 大家放心 其實呢 四月呢 在傳統上呢 是一個很好的月份 那 今天呢 我就除了會做一些數據的分析之外呢 也會跟大家篩選 到底四月呢 如果大家看好這個市場上面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是 做哪一隻股票呢 會比較好一點的 OK 好了 那麼我們呢 就是 再進一步的分析 就是呢 其實呢 我們去分析的時候呢 整個市場上面呢 嗯 現在呢就叫做 比較向好一點點 而呢 在這個市場上面向好的時候呢 我們呢 又會做一些什麼的篩選呢 就是說呢 我們通常都會選一些的大價股 那今天呢 就是除了會說呢 後市的分析之外呢 也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什麼叫做大價股呢 什麼叫做小價股呢 就是讓大家呢 就是有一個很基本的篩選 OK 那麼好了 在這個節目裡面呢 我為大家去準備的話呢 就是要升數據 那剛剛呢 也都有的 有觀眾問到 就是在這個市場上面呢 的資金就向淡了 但是數據又向好的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呢 那麼在這個市場上面呢 第一季啊 因為我們都三月底了 對不對 我們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review到底呢 如果我們第一季 港股恒生指數 或者是國指的話呢 成份股裡面 哪一隻股票呢 其實那個表現是最好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尤其是呢 一月有個大升浪 而呢 三月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叫做 都跌得很急速的收尾了 OK 好了 到最後呢 我也都會review回 之前呢 就是在這個 決戰大數據裡面呢 講過的一些的 其權的操作 好了 那我看看呢 我們呢 在四月份那裡 就是有一些的數據 那這裡呢 其實就不單止 是講二十年的數據 你可以看到呢 完整一個的月份裡面呢 其實是過去三十年裡面 就是一向之前我都講過二十年 那現在呢 在三十年裡面呢 你會看到其實有74%的機會率呢 四月呢 是會升著來結算的 嗯 那當然啦 就是這個的 買出方法的話呢 嗯 不當是low 不當是低位買入 我就 我當它是 第一日算 是的 第一日算 第一日的收市價 那你看到呢 三十年裡面呢 第二年呢 都是升的 我們看到了 四月份呢 其實在過去歷史裡面呢 是最容易做到升的 即是升波幅的月份 是 升結 即是升完之後會結算的月份 那我們拉下去呢 我們看看有些什麼的月份呢 即是有些什麼的年數呢 是最糟糕的 那我們就看到了 其實呢 在1998年 還有呢 在2000年的這兩年裡面呢 四月份呢 是表現最低的月份 嗯 分別呢 就是跌了8.36% 和8.13% 嗯 那就是說呢 大家可以有一個心理準備呢 就是說呢 當大家呢 如果在四月的時候呢 如果是參與這個市場呢 是 最糟糕的情況呢 都不會跌超過雙數字的 就是那個大市 那就是簡單一點呢 反映回呢 其實在這個四月呢 是一般來說 是一個 傳統向好的月份來的 那所以呢 你說 喂 撩底 就算三月 就是還有多少日呢 就是還有 還有六日左右 OK 那三月還有六日左右 那四月是否一個撩放好時機呢 那其實呢 我自己是覺得是的 OK 那也都說得再精準多一點點 那其實呢 我們呢 就會有一些數據 就 direct出來 那這個數據呢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想在這個四月那裡 或者三月尾的時候呢 鬧貨 到底哪一個日子那裡 買入呢 其實是最efficient的 OK 那我們就看回三月到四月 那就是三月二十日到四月 那就是三月二十日到四月期結 就是二十九日 那好了 那我們就會看到呢 那如果大家呢 是想捉這個聲波幅的話呢 其實呢 你看到我的input呢 也有三月二十日 那就是四月二十九日的 那但是呢 那聲波幅那裡呢 就是聲波幅那裡呢 其實它都是由四月一日的低位開始計起的 就是說呢 不會說拿了三月的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歷史的數據來說呢 那三月的確呢 的確呢 不是一些很好可以讓你盜足到升幅的時間段 OK 那四月呢 我也挺肯定的 OK 那三十年的數據呢 就有這個七十幾百分之一的升幅 是的 即是這裏三十一年了 OK 那我試試縮短的那些年期 是的 那我縮到去這個二零零一年 剛剛好呢 二十年的OK 那如果縮短了那個年期的話呢 其實呢 四月份呢 它的升幅呢 還會是高了的 就是由剛剛七十三個百分之一 就升到八十個百分之一 那就是簡單來說呢 近年呢 四月的升幅呢 那個圖案呢 是 越來越高機率會出現 那你縮短了以前的那些年份 即是加回近年的那些年份呢 那它的升幅呢 那它的升幅呢 才會升高的 OK 那就是呢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 四月我看升的 OK 那剛剛呢 我會有觀眾就會問 喂 為什麼這個資金呢 就向淡 即是 資金就向淡 數據就向好 那到底是看哪一個呢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去分析這個市場上面 的確有很多方法 那剛剛呢 我就會用quan 即是那些叫做 數據 量化的數據呢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四月 是不是一個傳統買好的月份 那除了這個分析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看回這個市場上面 到底呢 那些資金是偏向好 是偏向淡的 那剛剛呢 那一位觀眾呢 就問了 喂 恆生指數呢 最近的市場呢 其實就是一般的 而我們看回這個 期權金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撲時間 再加上撲價內值呢 即是總共有86%的錢呢 是在這個 恆生指數呢 四月的市場那裡 正在做淡倉的 那好了 那我剛剛呢 又說到四月這麼好 而資金呢 就要看淡了 那到底呢 我應該怎樣去 即是看回市場呢 那其實呢 大家會看到這個餅的時候 都會知道了 綠色呢 其實是綠色和紫色 在這個東一餅那裡 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淡一點的資金來的 那而呢 我們這些資金呢 亦都是偏向在哪一個 行使界那裡做出來的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在這個逐條逐條的 百力支裡面呢 那就是有這個綠色和紅色呢 其實都是代表著一些淡倉的部署 而綠色的那些位置呢 就是一些明顯的阻力位 我們可以看到呢 28,600 這個位置 29,000 和29,400 分別這三個位置呢 其實是一些比較多淡倉的 聚集的行使價來的 我們也反觀一下 其實這件事來講 call的價內值是全無的 簡單來講 其實現在你看到的4月 是沒有什麼好倉的資金 在這個市場上責任的 相反反過來 就阻力見到很多 很簡單的 你會看到 這些優惠價內值的後市 如果是升上去28,600 這個位置 其實這些淡倉的資金 就會開始逐步逐步去減少 所以 資金現時來說 價內值比較多 其實整個市場 是不是比較偏淡呢 但是你的數據 是說向好 在這裡 我也想說 其實這些資金 反轉就反轉 其實很早之前 就是3月 還在保持一個 不是說跌得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4月依舊是一些 好倉比較多的 就是整個市場 但是時至到今天 就是兩下的暴跌之後 你會看到 4月那些資金 就是所剩無幾的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資金 不單止是一個金額大的 而且動作很快的 而顯身工具市場上 也有這種特性 因為在顯身工具市場上 玩到的人都會知道 其實這些產品的風險 是比較大的 就是叫做升跌 其實也是這麼多的投資工具 最誇張的 所以在這個市場上 下得大倉的那些 就絕對不是普通的人 也不是我和你的帳戶 加上就可以做到的事 因為我們每次去計算 這個市場上面 到底有多少錢去參與的話 都會有80億的港幣 在這個市場上面 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 80億的港幣 在這個市場上面 就是參與這個市場 而80億裡面 就有86%的錢 在做淡倉 很簡單 就是這個資金很明顯是看淡 但是我另一個分析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傳統的月份 就不會看得那麼淡 就是都是看很多些 當然你會看到 80%會升 20%都是看跌的 那會不會說 就是今年 就是看跌的年份 我自己覺得 就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四月呢 它一升起來 就真的非常之凌厲 大家也可以參考 無論是2017年 2015年 這些大升年份 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升浪 都在四月那裡發生 而你會看到 現在資金就向淡 機率就向上升 有時候我們的市場上面 牛牛皮皮的話 都是因為這些數據 有時候有些對撞 就是一邊是看升 一邊是看淡 一邊是看淡 變成整個市場 沒有什麼動力 就是沉沉牛牛皮皮 都是有機會發生 尤其是這些分析 是對撞了 但是我自己本人 我自己就相信 多一些機率的方便 而當你在這個市場上面操作 除了看升 看跌 其實我們怎樣去落盤 都是同樣重要 我們為什麼會衍生 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買股票 就是我又會說回 就是在這個三月現在 都跌得很厲害 那我就想提醒大家 其實在這個市場上面 什麼人是離場呢 離場的人最多是什麼人呢 就是在股災的時候 是的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 就是去做交易 就沒有做這個風險管理 變成了這個落盤 離得快 離得大的時候 第一是平設倉 第二是選規大 變成你以後就沒有參與這個市場 其實在這個時刻 衍生工具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幾集我都會說 就是我看後市會有個大波幅 如果後市有個大波幅 就是會出現那一刻 我依舊都會贏 那我這裡就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帳戶的一些操作 那你會看到這裡就有四張選項 那在這裡我就不想說 我太多選項裡面 那些什麼策略什麼策略 那我這個盤 就是我就 就是量度了 後市很大機會率 會到那些價位之後 我就會設置一個小小的奇蹟策略 就叫做Reverse Eye Condo 那目的就是看回後市 到底是不是有一個大波幅出現的 那如果我們的數據配合 就是說會看到後市很大機會 有一個大波幅出現 我們就會下這種奇蹟策略 那這個奇蹟策略很有趣的 那有一個叫做市場中性策略 那市場中性策略裡面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我們不是看升也不是看跌 而是看後市 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幅就會發生的 那只要那個波幅發生 其實我們也可以順利取消 那大家可能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你又買升又買跌 那贏得也不方多 但其實大家可以看回我的報酬 我今天的帳戶裡面 其實已經是整個報酬升了1% 那還沒計算昨天 而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整個市場是跌到很嚴重的 但是我們這些策略 第一就不論升跌 第二就是防股災 那其實大家應該 趁著這個 對著這個投資有熱誠的時候 就盡量學多一些新的工具 來在這個市場上操作 因為我自己覺得 投資並不是說我們做完一次之後 就發達了 以後都不做了 那就退休了 而是辭之以恆去做的 那既然辭之以恆 我就認為各位 應該更加裝備多一些自己的知識 尤其是入市策略 因為剛才我都說過 在這個市場上 七成的人 其實都是因為股災而走的 那你想想 如果你學了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有效地 避開股災的發生 或者甚至股災發生的時候 你還可以贏到錢的 那其實這件事 也是相當之不錯的 那所以 大家就留意一下 或者是Captain Foto 看看到底我這個奇聞策略 去做什麼 為什麼可以跌市的時候 都贏錢呢 又或者可以想想 到底是不是升市的時候 我這個策略 一樣都可以贏錢呢 那這裏也給大家一些答案 其實這個策略 當市不動的時候 我就會輸 那當然了 我用這個期權的策略的時候 我當然是有充足的數據 然後去back一回 我知道後市 後市的機會率 後偏低一些 而你會見到 我選擇那個產品 其實我也不會選擇這些股票 那當然了 這個節目 就不夠時間講 而不是選擇股票 當然是選擇指數 而香港 最普通的兩者指數 一隻就是恆生指數 一隻就是國子 那他也會選擇國子 原因都是因為那些數據 是會比較 就是恆子和國子 國子是比較 那些數據 那些數據 講完這些數據 還有少少的操作之後 最後的最後 那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到 就是三月底的時候 整個市場上面都是向淡 那到底整個三月裡面 哪一些股票向好 哪一些股票向淡 就是簡單來說 一月的升幅 依舊 仍然存在著 那相信大家都會很想知道 那我們會用回自己的軟件 來在市場上做一個分析 那這個分析 大家也可以記住它 或者留下一張圖 因為我說了 四月其實整個市場上面 在數據上面 就不會差到去哪裡 那所以你說四月入市 就算是非常之不錯 那我們就找回市場上面的 中流底柱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說 到底一月至三月 即是經歷了升 經歷了跌 亦都經歷了這個 中國的概念股的洗版 那哪一些股票依舊 可以在這個指數上面 押納呢 大家就一起看一下 首先 我們按回2021年 一月至三月的 一月一號 至三月期結 那沒有期結 它也會幫我 拿回最更新的那一份 即是最更新的那一份的日子 來做一個計算的 是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這一版的數目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海外發展 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 和長實集團 這三隻股票 分別其實是 恆生指數52隻成分股裡面 第一季現時來說 它的表現是最正常的 那在這個中國海外發展 即是好像剛剛第一部分 阿Wing都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現時來說 即是那個舊經濟 即是都叫做橙上去 那所以呢 雖然我們 for the future 即是看它未來的時候 都是說這個科技股掛稅 但現時來說 即是我們在一個 數據的分析上面 我們都會看到 即是地產的股票 這個呢 是叫做升得最好的 那在第一季裡面 即是升了24.6% 那好了 那中國移動呢 就因為 大家可以看回中國移動 其實它是長年累月這樣去跌的 是的 那適逢呢 即是現在呢 這個moment裡面 它就做了一個反彈 即是這個91 那這隻股票呢 我們看是反彈 那我們第二季 第三季 即是有錢的 其實都不會考慮它 而長實集團呢 這隻股票呢 就是特別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它最近這隻股票呢 就是先不要想說 它是李嘉誠 即是一些微星效應 而是大家可以看回 它這間公司 有一個pattern 它們做生意是很特別的 特別在什麼呢 它們喜歡回購回自己的公司 它們會有這些動作的 而呢 每一次回購呢 其實都會給這個市價 高出 即是一些的點數 這樣去回購 那就是簡單來說 大家如果是 當你10元買什麼股票的話 如果它想在你手上 買回你的股票呢 它通常都會出11個半 即是說 給你原先的價格 升15%回購的 而呢 亦都是因為這些新聞 即是長實集團呢 亦都在這個第一季裏面 拿到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那也都綜合回 第一部分 阿Rain就會說 其實這個市場上面 現在的股票就跌到 都不認得了 尤其是好像一開始就跌到收市 那樣 不是一個撩底的好時機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另類的股票 另類的股票的意思是什麼呢 不是說這些股票 就會受這個政治影響 亦都不是說這些股票 跌得很近 而這些股票 有一些特別的存在 就好像這隻長實集團 那樣 就會自己收回自己的 OK 那自己收回自己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 挺好的部署 因為其實在這個市場上面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一買一賣股票 但其實說真的 為什麼你要買這隻股票呢 也都當中存在著很多學問 好了 那我講完這個的各子 那我這個的準備就是這麼多 OK 那各子方面 也都要看回今年 第一季裡面 那些股票 那我看看這些股票 到底有什麼特別 好 那當整個分析就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各子 有兩間銀行 其實就是在這個 第一季裡面的表現就是標稱 分別就是阿Wing 之前也有提過的招銀 而這個稅儲銀行 其實我們就 油儲銀行 油儲銀行 是的 那之前也沒有說怎麼分析 那就是在這個各子那裡 一支支援爆出來 OK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我在這個 恆生指數 或者國際指數 其實都是看到這個6800 阿Wing 我想問一下 6800 到底你在接下來的一季 看不看好呢 其實整個內房的板塊 都是看好的 因為我們看到之前 還沒出現這麼大的跌市的時候 那些內房的公司 就被人炒起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股值其實是偏低了 現在 那二來其實有些內房的公司 我覺得那個收益率 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就是有些人如果說 趁低去收息 是非常之好的 那第三來是些什麼呢 我們看到一些內房 就是我們看到香港的那個樓市 其實那個價錢 不是很帥 但是在內地那邊商 一來要一線城市 那個樓市的升幅 是升到一至兩成去 就是去年的時候 就是 都不出奇 就是最普遍都是一至兩成 是很簡單 二來它就是在說 每個月它會公佈一些 新增銷售合同 那就是變了 就是有很多公司 都是做到一倍啊 兩倍啊 就是合乎它們的預期 那個每個月的銷售目標 那所以就 內房這個行業呢 我覺得 如果一來就是去救經濟股 那二來就是什麼呢 它再 這個大市 在說的是 不會再跌下去的時候 那是中間 可以有幾間公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即688是其中一隻 嗯 那我之前看過3900也是 嗯 但是最終還是要移圖 來做衣櫃 那我也是找回一些 比較強勢的公司 去做配置 嗯 嗯 那麼內銀股 那方面又如何分析呢 因為內銀股 在這個第一季 無論是這個匯豐也好 又或者是一些中資銀行也好 嗯 那麼其實呢 它們在第一季 尤其是在一月的時候 它的反彈都非常之多 嗯 那麼我想問一下 在第二季 你們又會怎樣 即是在Findy Mental 分析那方面 又會怎樣去看呢 嗯 我想銀行股 就連繫到 美國的銀行股 都非常之強勁 即如果大家有炒美股的 JP Morgan 或者就是高盛 那些就是全部都是 就是你剛才說港股 有20-30%的勝負 美股那邊都是 都是的 就是我覺得是大環境的格局 就是第一就是 銀行是百業之母 都是炒了一個舊經濟復甦 那二來呢 就是債息上升 令到一些投資的investment 是可以得到那個 asset的accumination 所以就 銀行股呢 是會升的 即是長線來說是會升的 但如果你說現時一刻來說 就沒有什麼加進點 真的沒有什麼加進點 就變成是 有機會要先回一回 是的 OK 那第二季呢 如果大家看這個狼股吃飯的話 那就要看回 因為呢 在fandimental的分析來說 第二季就不太好 那我們最後的時間 亦都答一答觀眾 那今天呢 其實我在另一邊的節目 即是上過另一邊的節目 那我就會被人問得最多 就是說 喂 我有小米 到現在呢 是怎樣去算呢 卡文 是不是 哈哈 小米又是那一套的套路 就是 一來就是科技股 是不是 就之前他就說 有些新的 即是可能真的做車了 他公佈這樣彈上了 我們看到這個成交呢 是 但是都是偏弱 即是 即是 他真的炒消息 他炒了這樣彈上去 我想就是中期 他本身這裡是做一個 頭肩底的 但是現在呢 他就搓了下去 就變成了 他本身呢 那個支持就被人破壞了 那我想就 現在呢 都要浮浮沉沉一派 是的 科技股這個行業 其實真的不敢搞 真的 還有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都是一個想法來的 就是我剛才就 就 還未補充 因為可能 在說 為什麼剛才SNE 那個條例這麼重要呢 他其實很針對一些 就是在說 過去那三年 是要合乎回規格的公司 如果都不合乎的話 其實就要真的 立刻去退市 這個重點 他要立刻退嗎 是啊 是啊 真的 那就變成嚴重性 而來就是 我想科技股那個 那個 就是 為什麼 可能是 昨天 我們見到 那些中概股會跌呢 尤其是可能 噴上音樂會跌得更多呢 那 就變成了 是科技股 可能涉緣 造假 那個機會 會再大些 因為他始終裡面的 product 或者收錢的渠道 都是 用網上去做支付的話 就變成了 沒有什麼單據去 讓他去看 這些其實大家都要留意 所以我想就是 因為基於這些事件 還有那個圖 真的很噁心 是不是 他這樣再打下去 你看看很大的對比 跟剛才那隻2331 就是 其實兩幅圖 就是 浪型 或者是 咬腰上去的力量 都是不同的力量 所以我想 科技股就 不太看好了 真的 我自己怎麼看小米呢 在我的螢幕那裡 我就為了大家 就是為大家 準備了一些 叫做 我們看到 其實很重 淡倉之間的角力 大家可以看到 綠色 是比較 藍色 比較多很多 甚至是多幾倍 簡單來說 而藍色 那裡 就是說 好友在哪個位置 叫做買入呢 就在23 和22 這些位置 而上方 那裡 你會看到 最大的阻力 就在28元 那你說 看不看好這隻股票 起碼過了28元 而呢 就是最後的最後 就是我自己準備的數據 那我就送 就是 一些 叫做quantum的分析 給大家 那我就會想做一些分析 就是關於 HSI HHI 700 1299 以及 939 那1299和939 其實都是 恆新指數的成分股 那但是為什麼不做匯豐呢 匯豐其實 在4月很有趣 就是 就算是整個市場上 說我升的話呢 它都可以叫跌給你看 或者表現就一般 因為大家也都可以 去匯豐裡面 其實它的表現呢 都不是那麼好的 OK 即是它不跌 就已經是大家都OK 已經是 好了 那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好了 一次要分析完這五隻股票 在4月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裡有代號 12345 就是 就是個井12345 那代號呢 就由700 就是排第一的 那為什麼700 會排第一呢 原因就是呢 我們會看到呢 正是4月這個月份呢 如果是說升波幅的話呢 最多就是700 那它的升幅呢 也都是高達這個7.10% 就是7%左右 那它的計算方法呢 就是由這個 4月1號的close sorry 不是4月1號close 是的 是這個 4月4號的低位 是的 就是不用那麼再入市 就是之前都 在這個節目說過 就是到底是哪一個位置 哪一個日子 這個入市最好呢 那就是4月4號的低位 那麼就去到這個 4月26號 那大家呢 就有九成機會率呢 就會掌握到 7%的波幅的 那大家如果覺得 喂 這個時候叫大家買呢 又可能會很不舒服 那大家呢 也都是不妨 可以用一用一些 叫做sort put的招數 是的 那麼就sort一些 比較近價的位置 去收那個PM的 OK 那PM 即是大家可以預計 那個700的期權金呢 如果是sort 即我當你去到下個月 即月的話呢 其實收到那個期權金呢 那個年息率都是高達40多厘的 是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是覺得現時來說呢 700都是有機會下跌的 但是長期都是提升的話呢 不妨做回4月份的sort put 就是做這個動作去收貨 那我們就可以先收這個高的期權金 去當一個叫做入市的方法 OK 好了 那到最後阿Drain又再沒有些什麼 是的 是的 好久不見 我想最後就回答多一條 即是春夏意料 因為牧桃都很明確地說跌的 很明確地說跌 因為簡單一點去看 頭肩底應該是這裡的 在這裡 如果用形態去說呢 就超級噁心了 這裡是一個小小的頭肩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可以畫一條項線 刮下去 而中間呢 這個距離呢 有一個量度的跌幅在這裡 其實也是吻合的 如果量度跌幅到13元左右 你都是在這裡的互換位那裡 是的 所以其實都是那句不要介入 是的 即是不要介入 不是啊 你是有貨 有貨 他意思是走不走 好啊 彈到上去就馬上走 因為如果你是21.9元 那現在其實是十 十六元 都很傷 是的 即是如果真的他日 彈到上去 即是不用想要回家鄉 因為回家鄉呢 很遠下 真的很遠下 即是你看到一個這麼大的浪型 都是一個跌勢的時候 你可能是真的裡面的一個 鞋貨 即是你要去上去的時候 就真的很多錢衝進去 買方向才托到的 那就變成了是什麼呢 如果他真的 他日打得回19元 我覺得你不如跌10%左右 即是不見了10%左右 就好給他 指洩利場 這樣 好啊 那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回答一下觀眾 這個67260 是的 那個編號好像勞力士 是甚麼來的 不知道 應該是護心的股 應該是67260 香港的 HK市場的 67260 不好意思 大家有教我掌知識 是的 因為我都沒見過這麼長的股票 牛熊 真的 那回答不到 如果你說是牛 有機會的 有機會是短線打 其實也不是說回答不到 有機會 你看看接下來的日子 是否容易觸合到 你就知道 打把會收回價 27231 收回價 你又是貼牛 算貼的 算貼的 因為這樣再錄下去 這個波幅很大 你一天都是錄五六八點 是 我們收市價279 剛才說 是 7-8點 很容易打 那我想就是 的確是有機會的 momentum 剛才說這幅圖 他下跌得太多 他下跌得太多 那是在低位那裏 那裏 我覺得要儲一下 牛證 因為其實4月都來 4月我都是看好的 那如果你是在這個跌浪那裏 那裏未止的 而你是被人拔了 我覺得你 在牛證那方面的看法 那你就繼續加住 是的 繼續加住 但是你要知道 你贏的話 你起碼要贏三倍才能走 是的 贏三倍才能走 是的 但是 打一旦上去 這個趨勢來講 其實就是 你逆勢而行 你要知道現在的一刻 就是 你一穿這裏 就是穿前面的底 其實都沒有什麼 可以拿回來的 那我就不太建議 其實都 是的 那就是 希望幫到大家 這集說了很多的想法 是的 我自己覺得跌市的時候 大家不用那麼灰心的 是的 因為這個市場上面 其實是存在著一些的時間 是特別容易升的 那我也在這裏講多次了 就是大家的操盤 就是要量力而為 千萬不要讓市場 那麼容易擊敗到你自己 是的 是的 沒有了 就是要等下的 市場就真的有周期的 那跌完就升的了 就經常都有 是的 那就不要讓它打倒 是的 我想正面的想法是很重要 有時候 市場就是 就是任何時間都可以下場的 那不如就等到一個最靚的時間 最好的時機 那你才去下場跟它砌過 這樣 好了 那今天就到這裏了 好嗎 那我們下個星期四 就是踏入這個四月了 是的 那再跟大家去分析 看看是不是真的升了 是的 或者提供給大家 到底騰訊是在哪個位置上升 下一集就是4月1日 剛剛好4月1日 那行薪指數就是4月1日 會開始升了 那到時就教大家 如何去計算我這些數據 OK 那我們下個星期四再見各位了 拜拜 拜拜 拜拜